排中人口突破兩百八十五萬 不過基層的衛生所人力 依然是長期不足 除了七個衛生所 至今還沒有醫師 有部分的衛生所的互併比 是超過合理比例 引發了公衛品質的疑慮 排中市衛生局就指出了 除了會持續的爭取人力之外 會請醫療運所來支援 補足人力缺口 對患者細心問診評估 目前任職醫院小兒科的曾醫師 每個星期二都會到 台中南區的衛生所 支援基層醫療服務 他說自己本身也有門診業務 但衛生所長期找不到醫師 因此一支援就是六年多 因為他們在找尋醫師的 寫的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還是願意出來支援 這是有點相挺的味道 對對對 台中南區是人口稠密的行政區 但衛生所的醫師 已經出缺了近七年 整體編制包含主任 僅有九個人 不僅要負責行政 公衛宣導和指標監測 等多項業務 主任坦言 繁重的業務量 確實影響到醫師 到這裡服務的疫苗 說在醫療資源豐富 我們這邊看診的 看證 比如說看疾病的個案會少 少的話 我不知道對醫師的收入 會多多少少 會有一些的影響 衛生所表示 失去的醫療運所多 也造成醫師的流動 或是自行開業 導致衛生所醫師長期出缺 根據台中市衛生局的資料 目前台中市的東區 南區 北屯區的盛民 大安區 雾峰區 神岡區和烏日區等七個區 目前還沒有醫師 其中烏日區八月 將有醫師到職 另外也有部分的衛生所 互併比 超過一萬五千人的合理比例 早上時間比較沒有的話 下午也可以吧 這樣就比較方便了 未來將在持續 爭取增加人力 減輕衛生所服務的負擔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 今年已經禁用四名人員 也將持續爭取人力 盡力將互併比 維持在合理範圍 而醫師的部分 目前會先以加強 和醫療院所的合作為主 來減輕衛生所的負擔 記者林健身 彭煥群 台中報導